蔡委員怎麼看 我實在啞口無言 為什麼 國民黨越玩越墮落越頹廢 你不是一個樣樣大黨 開大門走大陸嗎 你不是說侯友宜民調 也就是勝過柯文哲了嗎 那你怕什麼 為什麼搞這個莫名其妙的 制度出來 第一個 這些制度 你在黨內用過嗎 沒有 第二個 你這個制度在當時在選擇 郭台銘跟侯友宜的時候 你有用嗎 我不客氣講開放式初選的話 在國民黨玩的話 一定郭台銘贏 為什麼那比游覽車 誰比得過他 你看那100萬票連署輸就知道 你侯友宜可以連署到100萬票 不然來比賽 不可能 何必玩這種遊戲呢 就是你有一個 那個阿亮哥講看 連政治學者都沒有一個 敢站出來幫你背書 他把你背書的話 那個政治學博士 就丟到垃圾桶去了 再來 郭利文講的這個什麼 德國模式 日本模式 奇怪啊 怎麼跟事實差那麼遠 德國也不這樣運作 那個 德國黨派當然很多啦 對 那日本自民黨也不是這樣運作 不是 都不是 很確定都不是 德國是選後才分啊 那趙少康他是提5% 對 坦白講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方案 但是我面子上我不能承認 好像我們國民黨是 身上人士需要人家 讓5%一樣 我去面子上 就怪怪的啦 那你說我們國民黨有黨組織 這個事實啊 但是你黨組織不贏的話 你這黨組織也沒用啊 而且黨組織不是侯友宜的黨組織 先弄清楚一點 再來啦 就是說你設計了開放式初選到現在 沒有人認為你是個正常的做法 你只是在想要擋藍白河而已嘛 已經被貼上這個標籤了嘛 你是說朱立倫想擋藍白河 不是 我是講說 金普仲跟侯友宜拿這個開放式民主初選 我就說他不開放 為什麼不開放 你的投票所頂多400個啊 全台灣1萬6千個投票所 你要抽樣機率比那個民調多低啊 第二個 到底是你來投票的選民 容易反映整體的選民的想法 還是民調能夠比較容易反映 整體選民的想法 這不用講就很清楚了嘛 那再來 你說民主 哪裡民主啊 你告訴我 這叫民主嗎 民主是到時候你遊覽車 一車一車啦叫民主啊 民進黨也不是沒玩過 王力士就傻眼了啊 再來第三個 你說這個還在初選嗎 一也不是初選啊 沒有一個國家用這種方式來初選 你說美國那是騙人的 美國是由州政府辦的 有選民名測 請問你你有選民名測嗎 今天這個遊覽車 拉到南港來投完 再拉到內容來投完 你有辦法即使績效嗎 沒有辦法 這是一個現實問題嘛 你說實際上要處理的時候 太複雜不太可能 你知道選務有多複雜嗎 我跟你講不客氣講 國民黨連在辦黨內投票的時候 那候選人緊張得要命 因為知道 我們國民黨的很多辦選務 都是志工 可能不是喜歡阿亮 就喜歡我的 然後他們就會偷偷摸摸 摸兩張也沒丟 你真的很難防止 會這樣子國民黨內自己的選舉 哎呀 我跟你講 那國民黨搞黨 搞那麼久 我什麼戲沒看過 不過因為那選黨代表 那選黨主席 有的時候會比較慶菜 那公子人員 因為兩邊盯得很緊嘛 選黨代表很少人看那麼緊的啦 有也好沒有也好 到慶慶拆拆啦 那這種遊戲到處都有啦 那因為你不是很認真在辦 大家也無所謂嘛 可是你現在要讓 最重要就是說 你國民黨即使要贏 侯友宜要贏 你也要讓柯文哲的支持者很服氣 對 這是很重要 沒錯 如果當然有人不服氣 即使柯文哲當富的 一大堆年輕人也不會投給你啊 你要知道從民調看得清楚啊 第一個 侯友宜沒有猴粉 柯文哲有柯粉 第二個 國民黨現在在年輕族群 大概40歲以下支持度非常的低 這也是個事實啊 我們不要否認這個 那柯文哲這邊很高 我們就要柯文哲把這個票引導過來 那你這個東西你要去考慮 換句話說你不只是要贏柯文哲 你還贏賴清德 而且這些人喔 我坦白跟你講沒有藍的 不是前綠這是白的 那到時候 賴清德高舉45% 那個藍白河是假的 就國民黨欺負柯文哲的 你說票不會跑 票就跑了 對嘛 你柯文哲再有魅力也綁不住嘛 何況你侯友宜根本沒魅力 你要面對現實就是說 現在的選舉候選人有沒有魅力 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為什麼韓國瑜到今天氣死還旺 就是有魅力嘛 他一無公職 二無黨職 三無鈔票 他是三無政治人物啊 就是有魅力 他如果不是講那些什麼 這個連那個講那個什麼 社務性肥大都很受歡迎啦 你可以知道說這個魅力就這樣子啊 那你侯友到今天 有看到他的魅力表現沒有啊 每次講話底下都點點啊 沒有反應啊 那他的特色啊 這個在選這種特色選舉上很吃虧啦 所以你要正視自己的缺點 跟正視自己的優點 很明顯啦 你會看到現在國民黨哪一個立法委員 有自己出錢掛他跟侯友宜合照沒有啊 都是黨部出錢掛的啊 那剛剛蔡委員講到一個重點啦 坦白說啦 你也不要以為柯文哲是 隨便講民眾黨的選民就隨便接受 他就是要有一個程序 他必須要說服他的支持者嘛 比如說他說我讓3% 我輸了就認了 那他的支持者大概覺得說這樣合理嘛 就接受 所以他要有一個過程 所以他也在醞釀讓支持者 所以你不要以為啊 好像是說 哎呀你就跟國民黨好好談一談 你就認了副手就結束了嘛 我跟你講這樣才沒有結束了 你以為民眾黨的選民都是塑膠啊 民進黨的火力更厲害 民進黨的火力是還沒出來 就是說你要有一個公開程序 那大家都服氣嘛 事實上韓國瑜2020就是這樣啊 五個人在選耶 韓國瑜就出選因啊 人家是45啊 都是對比民調嘛 那郭台銘27啊 所以郭台銘不能反彈啊 還有張亞中周錫瑋你記不記得 因為那個是公正公開的程序 所以國民黨那次很團結啊 事實上2020是國民黨很團結的選舉 那這一次是不團結嗎 不是這一次是你的 兩個人都不夠強嘛 我講白了嘛 你們兩個必須合才會贏嘛 對 就這個就是這一次的困境嘛 韓國瑜上次是倒楣嘛 碰到反送中嘛 不然我講白了啦 韓國瑜上次 他後來選了38.61嘛 那蔡英文選到57嘛 那宋楚瑜選了4點多嘛 上次如果沒有碰到反送中 我跟你講韓國瑜是有機會 衝到45的 對 沒錯 就是你就是運氣不好嘛 那今年是完全不一樣 今年是有戰爭的風險嘛 那大家都知道 抗重寶台你就是玩來玩去 越玩越危險對不對 所以今年的大環境對 非律有利嘛 可是你們兩個都不夠強嘛 我講白了嘛 就是這樣 最接近執政的一個機會了 對 可是你們兩個都不夠強 你們兩個都沒有像當年韓國瑜那麼強嘛 對 我講白了就這樣 他們也必須要意識到自己這個部分嘛 就你們單獨選坦白講都不會贏 不過我講白了 朱立倫今年如果提韓國瑜 這些人都沒有了 真的是這樣 提名韓國瑜來選什麼事都沒有 但現在已經到這個地步了 再講這個都是厚厚 不會糊啊 不過接下來我要問一下蔡振元委員 因為這一件事情跟你真是 要請你自己來好好的那個 怎麼談我個人的事 你說金普通耍小手段啊 因為有一個媒體來的消息啊 那不讓你上節目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想你自己來說好了 沒有啦 就是 因為我最近情一上電視嘛 對 那他們 大概媒體大概都知道 我從今年年初就主張藍白河 對 到了今年的6月份 侯友被提名以後 我看了那個民調資料 我就判定 是柯侯佩的勝率最高 這當然是由我的經驗值 去判斷那個選民的數字 委員對於這個民調統計 其實都非常的 所以我從來沒有講過說要換侯 因為當時換什麼都會很大風險 我只是說勝率最高 風險最低的選擇是柯侯佩 因為柯文哲的那一批的 這個群眾的支持者是粉絲型的 侯友宜的支持者是黨機器型的 兩個不一樣 那粉絲型的支持者很難搞 對不對 你要讓他很 叫做阿良哥 你要讓他很福氣 他願意跟著你的偶像走 不像今天國民黨如果不提 這個侯友宜提韓國瑜 照常一樣是這個支持度 甚至於更高 那個性質是不一樣的 像栗將軍支持侯友宜 但是柯文哲的支持者不是支持民眾黨 是支持柯文哲 柯文哲大於民眾黨 大很多啦 國民黨大於侯友宜 對啊 沒有錯啦 可是那為什麼金普聰就很不開心啊 那你要把金普聰這種行為人物 當作國民黨的地下黨主席 那你國民黨是至少討厭嘛 這事實嘛 那當然 所以我就特別強力的批判金普聰的 所謂開放民族初選 就像我剛才批評那樣子啊 第一個沒有政治學者支持你嘛 第二個你沒有實用過嘛 如果真的那麼好用 為什麼跟郭台銘比比看啊 不然現在再來跟郭台銘比 你都會輸 什麼開放民族初選 保證你會輸得一塌糊塗 要不要試試看 就是那一套就是會操作 遊覽車人一定會贏嘛 那你不要玩這種遊戲嘛 人家會覺得你在出老千嘛 何必這樣子咧 那柯文哲的粉絲會接受嗎 民進黨只要一煽動 你就整個散掉了嘛 而且還會到檢調來抓會選 對啊 你剛剛郭台銘 對啊 即使沒有這回事 我會進入媒體 跟你搞了亂七八 那你搞錯嘛 對 那所以我是主張一向都很清楚 沒有任何轉彎的 那有人講說啊 你是國民黨 要幫國民黨講話對不對 國民黨在往斷崖跑去 我還幫國民黨講話 這種事情我不是幹第一次啊 你看 馬英九課證首稅 國民黨誰敢反對他 我蔡正恩站在第一個 馬英九 刪減退休金公交未溫金的 沒有人敢講話誰站第一個 蔡正恩站第一個 不只是國民黨的政策如此喔 當時在ECFA的時候 是我在主席台上把民進黨立委打斷樂骨 才通過了 不是你看看當時的錄影帶 再來 再來福茂 國民黨立委都跑光了 只有一個人站在前面 太陽花誰管你了 太陽花出來什麼出征網軍 I don't care 我是這種信念的堅持者 那你這個太陽花如此 你包括反核四 那個林立雄民進黨的暴徒 攻擊我的坐車 I don't care 我照常繼續主張核四 我有沒有像別人彎來彎去啊 我有沒有像火友以前反核四 現在變成永核四 我才不會 我一以貫之從來沒有改變過 是因為根據我的客觀判斷 我沒有個人的情緒 那我也不喜歡 坦白講我也不喜歡 柯文哲啊 然後他現在為什麼 我看出來這個粉絲的投票行為 跟政黨的選民的投票行為 是兩種現象 那你如果沒有這些人 你打不敗賴清德 甚至這些人還回歸 賴清德身上去 因為這些人上一次 投給民進黨的 我敢講這樣子的 所以你這次要把他拉回來 你才會贏嘛 那我們的總戰略目標 是下架民進黨也好 下架新潮流也好 不一定要我國民黨 會當老大不可 那有人散布說 哦 如果侯友宇不當政的話 那你國民黨以後 就會被柯文哲 給吸收消滅掉 不是我在看清柯文哲 他沒有那個本事啦 還有剛才核將軍講說 柯文哲什麼毛澤東 他懂毛澤東懂個頭啦 他哪懂 他根本吹牛了而已 經常在講毛澤東的吹牛而已 我跟你講 台灣把毛澤東的詛咒 從頭到一個字念到最後一個 我敢講是我是唯一的一個 我敢講 為什麼 我那時候第一次到哈佛大學 念書的時候 我在哈佛大學圖書館發現到 有一套日本印的全套的毛澤東拳擊 不像大陸的毛澤東拳擊 也是有散減過的 我暑假嘛 沒事幹 我做筆記從第一頁念到最後一頁 總共幾冊 五十幾冊 全部練完 我當然知道他吹牛嘛 對不對 所以 應該這麼講 對我來講 你柯侯配 柯侯科配都好 I don't care 但是你要讓什麼 那些粉絲型的選民福氣 你現在搞了一個民主出選 你說民進黨只要口號出來 都要通通掛 即使柯文哲願意當副的都會輸 就是我的判斷 要有正當性 對啦 你不要以為柯文哲那個粉絲不會跑喔 所以就算他如果沒有經過全民調 沒有經過民調的話 你要他當副的 沒有經過全民調 一定會跑 所以柯文哲才會那麼堅持 一定要做民調 對 因為這些人相信民調 他願意輸也要輸甘心點 粉絲型的就是這種情緒嘛 但為什麼朱立倫跟侯友宜 他們就是不願意 這應該 老實說 他的花的時間跟費用 不會比做這個還高啊 重點是你讓3% 侯友宜真的有贏的機會 對啊 你不一定會輸嘛 你為什麼會那麼沒有信心啊 因為TVPS跟聯合報民調 明明現在做了民調 侯友宜就是會贏 侯友宜只輸1% 那如果柯文哲讓3% 那不就贏了嗎 你為什麼不要咧 那我就是一直主張這樣子的 那當然呢就 我很體諒媒體 比方說我有沒有上 我根本無所謂 我坦白講 我退休了以後 我不是靠上這個東西 來維持我生活 所以我沒有任何壓力 而且說句不可以 我只要寫個臉書 所有媒體都會爆 而且大陸的媒體爆得更兇 委員的影響力就不靠 不是 不是 這不叫影響力 就是我比較理性思考 就很多人發現最後我都對 包括我罵大陸人民銀行 最後發現我對 不然大陸的群體攻擊我啊 我談二部戰爭證明也是我對 搞不好我現在談尾巴戰爭 最後結果也證明我對 那當然我會逆潮流 因為我觀察的現象是純客觀的現象 那結果就有人給媒體壓力嘛 說可不可以請蔡先生選錢 少上一點 然後他們研究結果 全部不讓我上 好像會有負面的衝擊 然後所以跟我商量說 我可以少一半 我說沒有問題 跟你商量 對 我說沒有問題 我說沒有問題 我完全配合 誰跟你商量 對啊 就是簡單講是這樣子 我說我沒有問題 理由很簡單 因為媒體經營本身很困難 我覺得這個要講清楚 委員沒關係啦 就是我們中天都非常歡迎你 所以是每天都來上任 我們都很開心 因為年紀大了 反正也沒有什麼遊樂 有裡面讓我跟大家溝通溝通 我也知道就是說有很多人 因為我沒有百分之百 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面 所以有很多人就會發動來罵我 我只要看到蔡政官就轉台啊等等 我跟你講 我曾經創下 台灣被網軍出征率最高的 一個晚上多少 150萬人 150萬人 是什麼時候 核四的時候 不是 太陽花攻進行政院 我在臉書上力挺行政院 一定要修理這些攻進去的暴徒 就一下子一個晚上150萬件來出征 所以我根本不介乎 這應該創紀錄了 那最後證明我對啊 現在有誰說太陽花攻進行政院 沒有啊 那我也不是在爭這個 我是覺得國家要上軌道 不要去要開大門走大陸 不要搞那些出老籤的 被人認為你是出老籤的 那沒有意義嘛 出老籤啊 你是在意思誰 開放民主出險就被認為出老籤嘛 同意咧對不對 那至於這個媒體 我知道現在媒體經營很辛苦 需要廣告啊各方面的 那我只收一點 一點這個通告 會讓你損失那麼多錢 我也過意不去啊 這不是我能做的 我說我如果都不上 你的廣告費可以收很多 我寧可不上 因為媒體經營真的很困難 比如舉個例子 曾經委員新創的網路媒體啊 剛開始很辛苦啊 問我說哎 鬼啊你行情不錯啊 聽說那個 海外的媒體訪問價碼都 用萬起跳在記了 那我們付不了那麼錢 可不可以 我說我一毛錢都不收 你在新創事業很辛苦 我一毛錢都不收 那一位主持人從你們中天出去了 我這樣都無所謂啊 那最後他好像營業不錯說 那好我們給你一個正常 我都沒有關係 我這個人是像那個 我上節目 平常叫我的心情是什麼 你給我通道會像在添油箱有沒有 你多少都行我無所謂 應該是廟公 謝謝委員來啦 我只是在傳達我的想法 我希望台灣走向正軌這樣子而已啊 但是金普聰他不高興啊 我也不介意他不高興 而且以他的角色他不高興也很正常 我也蠻能體恤的 但是我只是提醒他說 你這樣做就會產生一個問題 我們整天在指控民進黨打壓媒體 那你何必去刮田裡下啦 何必呢 連這種動作 連做都不能做 那你說 要我放棄批評你的開放式民主初選 我講過啊 侯友宜民調贏了 我支持侯友宜啊 對不對 侯柯貝 柯侯貝都行啊 但是你不能搞這種阿薩布魯的動作嘛 其實你不讓他上電視 只有那個時間他在寫臉書 不是更嚴重嗎 還不如來上電視好好講清楚 根本把我想得這麼壞 好 但是我要問兩位 剛剛委員講到說 你以前在立法院的時候的豐功偉業 那之前不是大家講說 你們兩位很有可能是被民眾黨 會吸收進去當部分區名單嗎 但今天名單出來了 完全假新聞 今天名單出來 八 前面八個都沒有 從來沒有這件事 從來沒有這件事情 應該這可能是一個誤會啦 誤會 就是 我知道柯文哲這一年多來 透過朋友 他知道我以前跟他打過仗 我們兩個是敵人 透過朋友說 誒 這個可不可以請教我一些 國政方針 然後他刻意拍我馬屁 聽說你是國師級的 可不可以請教你一下 我說少來拍馬屁啊 我像醫生看診 你有什麼問題的老實說吧 他跟你跟你問過枕 對對對 然後就聯繫到我家了好幾次 我也忘了幾次了 他跟邱毅講說 他到我家五次了 我真的沒算了 邱毅比你還清楚啊 他跟邱毅講的 柯文哲跟邱毅講 我是忘了這件事 我是隨時歡迎啊 你賴清德要來我也歡迎 你侯友要來歡迎啊等等 郭台銘要來我也歡迎啊 因為什麼 我只是一個退休的老兵 你們有什麼疑難雜症 我能夠提供一點經驗 給你參考就OK啦 我也沒有物以無所求 然後談過幾次 他發現他很多的 以前對政策的想法是錯的 因為我的邏輯比他清楚 他承認他錯 那就講說哎呀你這樣子 這麼早就退休 你應該出來為國家服務啊 他講說我如果當選總統啊 你來幫我忙啊 我就笑一笑說 我在公職已經服務那麼久了 我已經沒有興趣公職了 我現在專心在著書立說 我跟他吹牛 我的第一本書 台灣島史記 創下學術書籍 最近幾年最高銷售紀錄 10萬套 沒有人能夠比我強啦 而且大陸還不准我出版 就有這種行情啊 那後來我說我講著書立說 寫寫臉書 告訴大家一些 一些我認為的考慮問題的方法 給大家做參考 那我沒有興趣當公職 結果他比如說 哎呀他很慷慨 他說哎呀你這樣很可惜啊 我說真的啊 那這樣好啦 你當總統我給你要一個位置 保證沒有人會給我搶 他說什麼位置啊 我說國使館館長 那因為我的台語發音喔 台灣國語不標準 他盯著國使館館長 他盯不懂 他說哈哈大笑 他以為你是要去那個 陳之漢的那個館長 對對對對 他就哈哈大笑 我說不是不是 有這麼一個單位 他一定喔喔 是我發音不標準 那不能怪我 我從小是個發音槍 都改不過來 來往就僅此如此 從來沒有一次談到 所謂去當民眾黨的不分區立委 從來沒有 那我也沒興趣 我也沒興趣 那有人曾經講說 國民黨他說哎 你到哪個選區來選 幫國民黨開拓江山 因為你的特殊背景 這個地方很可能可以翻轉 因為我是雲林人嘛 那雲林人有個特色 他是民進黨也會投給我 以前實踐過好幾次了 只要是雲林人 民進黨也會投給我 他說你可以試試看 我說我年紀大啦 這讓年輕人去表現去闖 我不想再回到立法院 簡單講是這樣子啦 所以絕無此事 說要當民眾黨的不分區立委 但是我覺得阿亮很適合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阿亮年紀比我輕太多啦 我是因為許甫的關係 去上民眾之聲 對 可是你上那個節目之後 人家就說你是不是比較偏袒民眾黨 也沒有啊 我現在事實上是 你看史溫在指控你囉 這個柯侯侯柯 他們只要配我都支持 都支持 侯跟當政的我也支持啊 可是你們要配啦 要配 因為你們兩個不配都不會贏嘛 我們的目標是一樣 就是要下架 我就是一 藍白河 河庫配 柯侯配我都好 二 我認為柯侯配的勝率比較高 這樣只可以啦 對 好 但就算 三 我認為金補充不要搞東搞西 就是不簡單嘛 他私下也同意我看法 只不敢講 他膽子小啦 我不需要講這個 我講這個幹嘛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ネギ 今次 socks 為甚麼 為甚麼 我又回憶ale 請假期 神九 馬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